8年前因为公司搬迁 老板为了家庭决定放弃工程师这份工作 承接上一代流传下来的手艺 我那时候我是当工程师 工厂要搬过去大陆 小孩子还小 我就不想过去 然后就卖豆花 我老爸有这种豆花的手艺 这样比较快直接上手 在这个食安让人担忧的时代 重视健康与品质的老板 选择飞金改良黄豆 并利用蔗糖代替果糖 虽然成本偏高 但却照顾了顾客的健康 豆花就是用飞金黄豆做的 然后糖水部分 就是用蔗糖下去炒的 成本是比外面的它们高一点 但是对于吃下去 对于人体方面 就比较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我很爱吃豆花 然后吃了好多家好多家 结果在这家吃了就上瘾了 特别的细嫩 而且有点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要吞下去的话也很容易吞 然后对胃肠 都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每次放学都来喝 夏天来的时候喝一喝可以解渴 满清凉 老板八年来不曾涨价 只希望顾客吃得开心 改摊位置也考虑到了顾客的安危 小孩子从斑马线跑过去 推过来从我们这边 他们过马路比较不会那么危险 然后就在这边卖 不论是食材 地点以及价格 都可以显现出老板的用心与坚持 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路边摊 却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中正一报 陈中叶 陈不温 嘉义士报导